如果你在15岁时含冤入雨 但好在母亲吉利为你申冤 15年后终于被无罪释放 可出遇时你已经30岁了 母亲满头白发 其他亲人也尽数去世 出了300多万的国家赔偿 还有当年判决法官清飘飘的一句对不起 如果换作是你 请问你会做何感想 而这样的案件却是真实存在的 这便是当年轰动全国的张智超案 2005年1月10日 山东林树尔中的一名在校女生突然失踪 等到在北发现事一时一个月后 当时林树尔中已经放假 50多岁的李大爷在学校的安排下来打扫卫生 打扫到三楼一间废弃厕所时 李大爷突然发现厕所的门上被换了新锁 里面还散发着阵阵乐丑 李大爷以为是谁上了厕所不冲水 于是就将锁敲开箱打扫一下 谁知接下来的一幕却差点没把他的心脏病给吓出来 只见那间厕所的地上有一滩血迹 还有一具女尸赫然躺在大便池里 经过警方确认 这具尸体证是一个月前失踪的那名女生顾云 顾云下半身赤裸 上半身套着一只沾满血迹的编织袋 警部则有着明显的掐痕 死因也是机械性窒息 高中女生罗死在中学厕所里 这个消息很快就在小县城里炸了锅 由于案件的影响极其恶劣 无论是学校还是警方都面临着巨大压力 为了尽快给公众一个交代 警方迅速展开了调查 并很快将嫌疑锁定在了与顾云同校的张志超和王广超身上 这两名学生都住在那间废弃厕所的隔壁 据两名同学回忆 案发当天他们好像听见有人喊了一声救命 结果出门时就看到张志超与王广超站在厕所门口 两名同学也曾问他们有没有听到救命 他们都说没有 据此 警方认定张志超与王广超有重大作案嫌疑 并在第二天凌晨就将两人带走调查 家人起初以为张志超只是被带走询问 等到事实清楚就会被放出来 谁知几天后 家人们等来的却是张志超认罪的消息 15岁高中生遭遇刑侵侵 被迫承认强奸杀害女同学 含冤入狱15年后 法院却宣布当年判错了 回看判决书 我们可以发现张志超当年的犯罪经过 已经被调查得十分清楚 2005年1月10日早晨6点20分 张志超在那间废弃的厕所门口遇到了顾院 当时其他学生正在操场泡操 见色起义的张志超看似下无人便气呆意 随上前用铅笔刀架住顾云的脖子威胁其不准出声 然后又将顾云劫持到厕所里面对其进行了侵犯 在此期间 张志超采用了无嘴和掐脖子的手段 并最终导致顾云窒息身亡 失手杀人的张志超慌忙转身逃走 没想到刚出厕所就遇到了好友王广超 眼看事情败露 张志超就将自己的犯罪事实告诉了王广超 并让他帮忙看守一会犯罪现场 随后张志超又跑到了小麦不买了一把新锁 把厕所门锁上 根据这些调查结果 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张志超无期徒刑并不夺 政治权利终身 而王广超也迎包闭罪被判刑三年 缓期三年执行 对于这个判决结果 两人均未提出异议 张志超不久后就被押往监狱服刑 自从儿子被指控为强奸犯后 张志超的父亲就整日淤淤寡欢 不久后就因为脑癌去世 随后张志超的爷爷奶奶和姥姥也都陆续离开人世 偌大的一个家里 只剩下了母亲一人 而张妈妈也因为儿子是杀人犯的缘故 受尽了村里人的白眼 一直到了2011年 已经在监狱里复刑六年之久的张志超 却突然在一次探视时向母亲喊冤 他说当年自己之所以承认杀人 是因为在审讯室里遭到了相关人员的毒打 最终在逼迫和又倒下编造出了相应的犯罪经过 母亲也从不相信自己的孩子会去强奸杀人 听儿子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后 张妈妈便马上跑到法院上诉 然而申诉之路漫长无比 从2012年开始 张妈妈的无次申诉均被法院一证据确凿 事实清晰所驳回 以至于后来很多律师都不想再接待这个农村老太太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张妈妈最终惊人介绍找到了一位名叫李迅的律师 听完案件描述后 李迅发现这桩案件有很多一点 而这些一点都足以证明张志超不是凶手 于是他决定绑一下这个苦难的家庭 15岁高中生遭遇刑讯逼供 被迫承认强奸杀害女同学 韩元入狱15年后 法院却宣布当年判错 在李迅律师的努力下 张志超案在2018年被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重审 在庭审现场 首先被关注的就是张志超声称遇刑逼供的问题 虽然当年的工作人员是口否认 但据宇优表示 张志超刚进监狱时肚子和大腿上都有胡了的伤痕 后背上还有数百个疑似电棍造成的红电 除此之外 案件的侦查阶段也存在有违规情况 参与被害人尸检的法医后来竟也两次参与了询问 这违反了鉴定人员不得担任侦查人的回避规定 而事实上 张志超一开始在供词里说自己是进行了侵犯行为 但随着尸检报告出路 上面显示被害人的处女魔并未受到外地侵犯 结果张志超的口供供词也很快把侵犯改成了接触 至于案件其他的细节就更对不上了 根据当事的证词 两名同学都是在6点23分听到了尖叫 出门查看时就看到了张志超和王广超 这说明他们当时已经作案完毕 而张志超那天之所以出现在那里 是因为他要把同学们跑操前脱掉的衣服送回教室 林书尔中开始跑操的时间是6点15 从操场走到教室又需要两分钟 也就是说 张志超需要在短短五分钟内完成一下所有动作 首先偶遇雇员 然后将其拖进厕所内进行侵犯以及杀害 出门后偶遇王广超 把犯罪过程告诉好友后再让他替自己手门 跑到楼下买锁 上来把厕所锁死后再入无其事地站在走廊 明显违背常理 就是任何一个一般人都能看出来是不可能完成的 况且警方也并未从现场提取到任何与张志超有关的生物证据 经过重申 山东省最高人民法院最终改判张志超无罪病宣布当庭释放 看着终于洗刷罪名的儿子 张妈妈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随后张志超跟着母亲回到了阔别15年的老家 走进房子后 张志超突然更加难过了 离开这栋房子时他还只是个懵懂少年 再回来却已年近中年 自从被关进监狱后 张志超每每回想起在审讯时的遭遇就止不住地浑身颤抖 另一个被牵连的王广超也没好多少 当年出狱后他就没再上学 而是选择了出门打工 现在成了一名货车司机 每天为了生活而奔不劳累 随后母亲带着张志超来到了苏州的姐姐家一起生活 他希望能给刚刚出狱的儿子一个新鲜的环境 而不是在老家出境申请 2020年 张志超向法院递交了788万元的国家赔偿申请 并最终获得了332万元的赔偿金 这些钱扎也看很多 但张志超认为这些赔偿无法弥补他15年来的痛苦 随后张志超又在律师的帮助下递交了追责控告书 要求被当年案件的相关负责人进行追责 张志超现在的生活已经稳定了下来 据说李律师还曾替他发过征婚启示 相信当一切风平浪静 张志超一定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毕竟人生路还很长 他依然可以活得很精彩